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当铺开在闹市 两边好多铺面摊贩 还有几个小孩在路边玩 他们在闹市纵马 还大声喝骂 顿时一片混乱 大人叫骂声与小孩的啼哭声混作了一团 老板顾不上招呼谢允 忙指挥小伙计出门查看 有没有人受伤 口中叙叙地说道 作孽 这些人作孽呀 谢允缓缓皱紧了眉头 他心里忽然生出了不祥的预感 刀剑都不看了 转身往客栈跑去 突然 空中传来一声尖利 像是猛琴 谢允骤然抽了口气 说得抬头 见几只猎鹰呼啸着盘旋而至 北斗陆存星求天机 号熬鹰 出入必有猛琴随行 他们不是奔着货家补去的吗 为什么会到华容来 冲谁来的 不待谢允多想 北斗的黑衣人 已经旋风式地现身 所到之处 宛如乌鸦开会 黑鸭鸭的一大片 往一处汇聚 这时 有人带着哭腔 嘶声哭叫道 失火了 失火了 谢允一转头 见一处升起浓烟 哭声喊声 叫人不忍足听 他愣证了片刻 莫得反应过来 那是他们客栈的方向 谢允狂奔起来 满街都是四散奔逃的人 他艰难地逆着人流往前冲 客栈已经烧起来了 里三层外三层地 围着北斗黑衣人 每个黑衣人手中 都握着一把小笼 上面装的 不是寻常的箭矢 而是一根木管 谢允被互相推散的老百姓挤在中间 一脑门热汗 几只猎鹰盘旋而落 一个身穿漆黑大厂的男人 落在街角 伸出胳膊 按住自己一只爱宠 轻轻地抚摸着那鹰的脑袋 那人长着鹰勾鼻子 一张脸叫人望而生畏 目光往人群中一扫 滴滴地开口道 先杂人的 不要暗示 话音未落 他没得一甩袖子 一股大力 仿佛排身倒海似的扑面而来 将几成一团的人往后推去 好几个人当场站不住撞到墙上 立刻便投破血流 不知是死是活 别人好歹还都是往外逃 只有谢允要往里走 他正好当凶撞上那人的掌风 身边都是人 多啥已经来不及 谢允眼前当机一黑 什么都不知道了 此时周斐正陪着吴小姐在医馆 这医馆地处偏僻 好不容易才找到 里面只有一个老大夫 老眼昏花 说一个字要拖半炷香的光景 开药方的时候 可算要了他老人家的老命了 恨不能把脑袋埋进纸里 周斐在旁边 等着脚都麻了 见他可算写完了 立刻大大的松了口气 我去抓 药滋味出口 他耳根一动 听见了尖利的鹰利 周斐往外扫了一眼 疑惑地问道 老先生 你们这平时还有大老鹰吗 老大夫颤唯唯道 不曾有 周斐将药方折起来 揣进袖中 一把推开窗户 只听见不远处传来杂乱的人声 而后竟有股火油的味道 当即道 我出去看看 吴楚楚造成了惊弓之鸟 不敢一个人待着 不由分说的也跟了上去 两人一前一后 跑出了两条街 突然 周斐一把拽住吴楚楚的手腕 强行将他拉进了旁边一条小巷帐 周斐竖起一根手指 是以他近声 周斐的脸色实在太难看了 吴楚楚后背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一动不敢动地 坐在周斐身边 片刻后 只见两个人缓缓往这边走来 一个两鬓斑白的中年男子 劳病鬼似的面色蜡黄 一只手一直浮在胸口 不时停下了咳嗽几声 正是北斗沈天书 沈天书旁边还跟着个人 腰弯的比那劳病鬼更甚 满面堆笑 又讨好又畏惧地说着什么 周斐的目光几乎要将那人定在地上 这小个子男人是方才见过的四十八站暗庄 那人特意拜会了吴夫人一家 吴楚楚自然也认得 他手脚本就冰凉 这会儿更是整个人如坠冰窖 剧烈地哆嗦了起来 周斐心中的惊骇比他只多不少 然而身边有个人要照顾 逼得他不得不镇定 那小个子男人察觉到了什么似的 往四下东张西望了一下 周斐一把捂住吴楚楚的嘴紧紧地按住他 将他往小巷深处拖了几步 带那两人走远 吴楚楚无助地抓住周斐的手 周姑娘 他的手太凉了 像一块冰铺 顷刻将周斐沸腾的脑浆 吸成了一把灰 他拼尽全力定了定神 低声道 没事 不用怕 跟着我 陈飞师兄 向来都 还有谢云 周斐几乎语无伦次起来 他闭了嘴 在自己舌尖上轻轻一咬 拉气无处处 避开大路 一头钻进小巷里 谢云不是说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吗 不是说遭遇穆小桥这样 举世喊战的大魔头一回 回去能走三年的好运吗 他们俩从客栈走到医馆 足足用了一刻的功夫 回去 却简直如转瞬 周斐带着吴楚楚 几乎是飞檐走壁 眼见客栈浓烟滚滚 周斐的心 从无限高处 开始往下沉 吴楚楚 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 被周斐生生捂回去了 他情急之下 没控制手劲 吴楚楚又太过激动 竟被他捂晕了过去 女孩苍白而冰冷的身体 压在他的肩上 周斐突出的肩胛虎 紧靠着身后青苔暗生的墙 从躲避的缝隙中 他看见外面群压呼啸 猎鹰横行 视野所及之处 尽是一片红 热浪不打在他的脸上 那火不知烧了多久 方才人来人往的街道 早已经空空如也 只有焦灰与血迹 狼藉满地 黑人训练有素地分成两批 一批依然拿着毒水戒备 另一批提着兵刃 闯进已经是一片废墟的 客栈州苏雪 然后一具一具尸体 从里面抬了出来 整整齐齐地 摆在空荡荡的街上 有些是完整的 有些身手分离 想必是客栈中人遭到突袭 先是拼死反抗 死伤了一些人 然后实在无法突围 只好退回客栈 江门封住 穿大厂的男人 将猎鹰放飞 覆手而立 朗声道 诸位乡亲听好 近日不大太平 有些匪人冒充商队 混入城中御徒不轨 行有良民激警 看出不对 及时报官 猎匪人已服装 周匪以为按照自己的脾气 他得冲出去 不管不顾地跟哪些人拼命 就算要把小命拼掉 也先痛快了再说 但是他居然没有 一瞬间 天上可能降了个什么神通 很多事他竟然突然就巫师自通了 这时 一个黑衣人点进了地上的尸首 上前一步 与那穿大厂的人说了句什么 那人冷笑一声 真让我说中了 真有漏妄之语 周匪一把拽起吴楚楚 低声道 吴楚楚哭得站不起来 周匪强行拽住他的腰带 将他从地上拎了起来 他凑紧吴楚楚的耳朵 低声道 想给你娘和你弟弟报仇吗 吴楚楚捂着嘴 拼命抑制着自己不受控制的抽气 脸色通红 快要断了气势的 周匪冷冷地说道 那就不要哭了 死人是没法报仇的 吴楚楚闭上眼 指甲陷进了自己的掌心里 整个人抖得像一片寒风中的叶子 仇恨就像一团火焰 能以人的五脏六腑为也 烧出一团异常的精气神 不过片刻 吴楚楚居然真的止住了哭 连呼吸都比方才平缓了不少 周匪冷静地想 这么大的动静 城门应该已经关了 我们没有马车 即便成功出城 这时候也十分显眼 不知他们来了多少人 说不定已经在城外守住带兔了 满城百姓个个如青宫之鸟 全都庇护不出 随便躲进什么人家里 看来也不容易 何况周匪刚被蛇咬完 虽然不至于十年怕警神 一时也是不敢随便相信别人的 周匪思索片刻 抓住吴楚楚的手腕 跟我来 随着那北斗一声令下 满城的黑衣人开始四处搜索 倘若是个老江湖 未必不能避开他们 但周匪自觉没有那个能耐 要是没头苍蝇时的乱钻 迎头撞上对方的可能性比较大 他没有贸然乱走 闪身钻进了一条小巷子 掀开一处民居门口 装东西的藤条筐 筐里东西不多 挤两个不怎么占地方的小姑娘没问题 周匪从里面勾住藤条筐的上盖 虚虚的眼珠 两根手指扣在盖子上 闭上眼默默数了几遍自己的呼吸 将自己的想法从头捋了一遍 确定没有遗漏 这才悄声的对吴楚楚道 过会儿 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不要慌 吴楚楚用力点点头 周匪深吸了一口气 想了想 又逃 就算只剩下我一个人 也能把你安全送到四十八寨 你相信我